这个其实也是这两年面试了挺多同学之后总结出来的 其实当时 你面了多少人 boss职聘上沟通过的同学大概在9800多人左右 在最近的一年半内 一年半9800 对对对 然后在facebook的时候 我也好像是一个什么top10%的一个interviewer 所以当时也是积累了挺多面试别人的经验 所以再反过来想那我能给其他的公司提供什么价值 一类事情呢 我会把我能想到的会被问到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写成竹子稿 然后放在我的notes里面 这是多少个问题的竹子稿 非常多 所以我到现在我已经可能积累了有上百个问题的竹子稿 而且我会在每一次面试的时候 每一次面试完之后 我会寄一个叫做YC交流总结的一个群 我自己的一个群 自己跟自己聊天 对对对 hello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这位同学是友昌 大家还要怎么称呼你吗 大家也有叫我YC和David都有 对对对 很多我相信这个就是观众们是知道我的经历的对吧 是在facebook做了数据科学家然后回国 然后确实给的职位还不错 但是YC其实在三年前就干了这样的事情比我当时是夸张了很多 而且当时怎么说呢就是还是引起了很多轰动的 你那个时候是刚毕业没多久就回国然后也给到了一个副总监的职位 是吧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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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你先介绍一下你的这个 Resume是什么样子的 行也行 大家好我是YC 我之前在Uber Michigan读CS 然后Master毕业之后去了Facebook 我加入的是Instagram的增长团队 然后Instagram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产品 所以当时运气也比较好 然后在Instagram工作了两年半左右的时候就收到了国内一些公司的邀约 那后来就加入了腾讯这样子 你这里边好像错过了很多重要事实 首先你去的当时是得到了一个副总监的职位对吧 是 而且你回来以后是在威视 虽然大家现在对这个产品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但是总之那个时候是一个很高光的很重要的一个战略级的产品 然后你回来以后后来也是立了一个100人的团队 对 那这是后来的事情了 然后你现在也是去了一个著名大厂去做这个增长和尚演化 是 可能大家很好奇的东西我就帮大家问了吧 就是你的面试技巧是什么的 你怎么面到了这样的一个职位呢 是 坦白说当时有很大的随机性或者说简单说就是运气好 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确实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然后也有一些所谓的面试的技巧在里面 那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我们对于人才的理解 以及是说我们如何去准备一个面试 以及是说我们在同时进行比较多公司面试的时候 如何来进行相互的这个节奏的把控和最后的谈心谈offer 以及是最后如何做决定 然后如何去move forward等等 嗯 而且我相信你刚刚说的这些东西不是说你当初怎么面到instagram的 那个东西大家知道刷题就行了是吧 是是是 但是后面的这些其实有很大的学问和讲究 是是是是 还是挺很期待 那我们要不就从你第一个开始吧 就是从人才的定义这开始 因为这听上去好像跟面试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你放到第一个说是不是他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呃对对对 这个其实也是呃这两年面试了挺多同学之后呃总结出来的 其实当时 那你们面了多少人 boss职聘上沟通过的同学大概在9800多人左右 呃在最近的一年半内 一年半9800 对对对 然后在facebook的时候我也好像是一个什么top10%的一个interviewer 所以当时也是积累了挺多面试别人的呃经验 所以再反过来想 那我能给呃呃呃呃呃 其他的公司提供什么价值 然后别的公司是怎么去定义人才的等等等等 所以呃呃呃 呃呃和尔老板刚刚提的第一个人才的呃呃定义的这个问题 呃呃呃呃呃 呃呃 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的 就是人才我可能觉得他有至少三个维度 呃呃 一个是呃 呃套用物理的概念 一个是当前的速度 另外一个呢是轧速度 代表它未来的可能性 当前的速度就是说我现在的Resume 对对对 你现在做过的事情 你知道的经验和知识掌握的技能 对然后加速度的话 可能表明的是你的潜力 你的意愿 然后你以后能创造的增量的价值 等等等等 还有一个是这个速度的方向 即就是我们现在行业的匹配度 然后做的这个产品 或者是项目本身 现在的和要新加入公司的匹配度 大概是这三个方向 对我说要打个片 其实第三个方向又可以引生出来问题 两个问题 一个是回国和美国的选择 因为你在职业 你当时在Facebook发展也很好 两年就生五了 然后这是一个选择 第二个就是可能你在选行业和选赛道 选公司上也有一些心得 但是这个我们就放到后面去讲 我们还是先把这个 怎么样子通过面试拿到高职级的工作聊头 是是是 好好好 那 一二三 速度 加速度和方向 是的 动量 动量相当合起来 对 那么我会觉得 虽然在理论上或者逻辑上 我们可以给人才有这三个维度的定义 但是在面试的时候一般不太会分别考察三个方向 面试中一般会聊的问题或者是出现的讨论的方向一般有这么几类 一个叫做问你说这件事情我看你在简历上你已经写了你做过的 那么能不能跟我讲讲当时的情况是什么 你做了什么 做的情况怎么样 如果某一些情况改变你会做怎么样不一样的工作 或者是你如何反思这件事情做的好与做的不好 所以他更多的是问的是说之前的经历 就是说当前之前的速度 以及是你相对来说能在有限的一个框架的情况下 如何能把它回顾一下然后做得更好等等那一部分 这是一大类的问题 第二大类的问题叫做我们现在会做一件新的事情 这件新的事情你觉得你会怎么做它 所谓的这件新的事情有可能是基于之前你做过的事情 和这家新的公司正在做的事情的一个结合的混合的一种虚拟的场景 那么这件事情它一定会跟你之前的事情有那么一点点的相关性 那么对方希望听到的你 听到你表达出来的是基于你当前的知识经验和你的思考 那迸发出来的一种可能性要需要给带给他们一些惊喜 那可能是这这是第二种 超多问题的就是比如举一反三啊 或者说你要对新公司的理解 但是你先按照你的框架来吧 是是是那第三类的问题呢 对于就是尤其是可能各位如果要考虑从海外回到国内 那大家会考虑说那你回国的动机是什么 以及是那你回了国或者是加入了我们公司之后 你想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的长期的规划是什么等等等等 有点类似于behavioral的问题 那国内的一般就是专业的面试官有可能会问这些问题 HR的面试官也会问这些问题 所以这是第三类的问题 第三类问题是考察你的回国的动力决心呢 还是考察是更深层次的motivation 有的时候都我觉得大方向上他的目标是要确认一个点 叫做这位同学如果加入了我们团队之后 我们能不能比较顺利的work together 并且他能跟我一起work很久 做一个老板如果你在看的话 我没有要跳槽的意思 我只不过是对这个事情好奇而已 好的好的 work很久 我确实展现了这方面的我确实对游戏行业 好的 继续 那么我觉得大方向是就是要做 叫做你做过什么怎么想的 以及是对于这件新的事情你大概会怎么做 以及是面对这些情况你会怎么处理 以及是你的motivation 大概有这么三类的问题在专业的面试上 那如果你是一个people manager的话 那可能还会遇到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组织的上下协同 ok 然后人员的管理 然后绩效的高低 以及是低绩效的同学如何去做沟通 优化等等等等相关的这些问题 那这些我们可以往后再说 然后在这个之前因为很多同学就是在海外的工作的 和我们平时接触的东西可能很不一样 像程序员接触的一般是这个就是licode加system design 然后数据科学家们经常是会面遇到case 但是你刚刚说的三种情况里边 第二种稍稍接近于case 但是听起来也是一个基于你highly customized的 但是像facebook就是直接有提库是吧 然后你直接从这里边拿出来一个 是 why 就是我可能大概理解facebook是一个更系统化的东西 但是这个是一个junior和senior的区别吗 或者说就是一个普通同学和一个leadership role的区别吗 好问题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 不管是IC还是manager 不管是junior还是senior 我们在实际上作为一个面试官去考察一个候选人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会把他的面试的表现划分在四个维度上 不管我们问怎样类型的问题 一般这四个维度分别 第一个叫做communication 交流沟通能力 它不只是代表一个人的输出表达的能力 同时它也代表着在面试官抛出一些点的时候 他能够很快get到 然后消化处理之后 能反过来再说出相应的内容或者是信息 所以这个其实是既是脑子好不好用 又是嘴盘好不好用的部分 能不能听 然后有没有反应够不够快 理解能力强不强 对 这一点其实不管是对于engineer来说 还是别的角色来说都很重要 对 尤其是海归回国的时候这一点非常重要 然后第二点呢 是叫做problem solving的能力 那不管是对于之前已经遇到的问题 再做一遍你会如何做得更好 还是对于这些新的问题你会propose怎样的解法 那都是说从一个遇到的问题 然后根据当时的情况给出一些解法 对那些解法呢可能不需要很细节 但是你至少能给出一些可能的解法 并且呢这些解法是有一些逻辑在里面的 并且呢它可以经受住一定程度的挑战 OK 这个我觉得是第二部分的problem solving的能力 它也体现了很多综合能力啊 就是你的knowledge skill 然后包括你的experience 是 你的resolution resolution resolution 是 是是是 对 然后我觉得第三个维度 是它的这个execution的能力 那之所以把execution和problem solving分开来 是因为execution它很多时候展现了一个 比如是engineer的一些具体的coding的能力 也展现了比如说一个product manager的一个 把想法细化到具体的模块 从模块细化到具体的需求的能力 那这些hands on的能力其实非常的重要 那并且呢我们在考察候选人 在这些就是execution hands on的具体的细节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能反映出这个人对是不是paying enough attention to details 是不是有enough empathy to users to他的coworkers 不是说他会有一个idea非要他的同事们去帮他实现等等等等 这几乎做不到的 对对对 所以execution是第三部分也很好 而且就是我把它想到了我在这个Facebook面试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叫operationalization 有一点这个感觉但是实际上又不一样 就是execution的时候还要考察你这个人的心理 就是这个东西可能你roadmap都已经画得很清楚了 但是你要把它真的推下去遇到各种大变的时候 你要能就是把它推动 另外就是你的协作能力什么的也很重要 没错没错没错 对就是说指出来Facebook现在有什么问题 随便你既然拉个人都能跟你说一个小时 但是你要怎么解决问题这个东西很难 是是是而且要有一个至少想象中有一个粗略的timeline 然后说什么时候我能解决到什么程度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大概会怎么样去解决 或者说我们换一条路走等等等等 这个不管是对于IC还是什么 我觉得都挺重要的 对OK 然后那我先说完我想象中的第四点 对第四点我就把它描述为叫做一种灵活的 举一反三的能力和一种思辨或者叫辩证思考等等那方面的能力 我一般会举的例子是说 比如说我说你的方案听上去挺好的 但是呢如果这个情况这么变化了一下 导致这个方案不可行会怎么办 或者是说那我们现在由于人力的资源或者是其他的资源不够 导致我们的这个方案无法实施 方案很好 但是execution不行 那我们有没有一些降级的方案 或者是我们现在想做那么多件事情 那么我怎么知道 RY该怎么排等等等等 那这些点呢其实是相当于是打乱了候选人提出的现有的方案 那么需要他快速的get到这些实际的情况 那么来给出一些差异化的解法 那这些差异化的解法 他可能不是一个教科书上或者是你能准备的时候就能想到的事情 因为这些我一般会构建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 对那么其实这就很考验他的反应的速度 经验的积累 以及是这个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换位思考的能力 所以这个举一反三和这个思辨的能力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OK 然后这些硬的实力 这四块硬的实力 Communication Problem Solving Execution和举一反三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四块之外呢 我们说中文就行了 好的好的 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 我觉得候选人在跟你整个的交流沟通的过程中 他也需要判断一件事情叫做即便这个人很强 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人非常的傲慢 或者是非常的装逼 或者是等等等等 他也不会希望跟这个人能work 同时如果他觉得这个人其实不是一个谦虚的人 但是他刻意的装作非常的谦虚 非常的友善 那其实表里不是很如一 那大家也不太会喜欢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跟一个人聊的时候 就是那种相对坦诚 然后又适度的给自己包装一下 并且我想告诉他说 我这个刻意就是在有一些包装的 但是我私下相处 或者是跟大家一起work的时候 是非常时辰的一个人 我觉得表达出这一点 让大家去放下一个 就是面试者刻意包装 所以要给他打一个折扣的那种戒备心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重要的 总结一下叫做 时辰且坦诚清晰的那种感觉 时辰产生清晰 在我看来可能背后就是他这个人的ego有多大 对我觉得逻辑上是这样的 就是我每个人都会在某一些方面有自己很强的ego 只是说求职的时候既不宜放大ego 也不宜刻意隐藏ego 因为刻意隐藏一般都会被看出来 对所以一般可以说 哎呀我知道我是一个相对来说 有一些自信 甚至在某一些程度上有一些自负的人 但是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呢你看我之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呢如果再让我做一遍 我可能会这样这样 就是说相对坦诚一点的去讲自己的情况 我觉得都会比较加分 好的好的好的 这四加一吧 我觉得已经把就是要考察的所有点都cover了 那就是你是怎么展现这些点了 或者说你推荐大家怎么展现这些点 是是是 我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习惯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做这件事情 就是刚才要考察的四个方面 其实每一个问题在细问的时候 都会出现很多的variance 这些variance会导致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提前预料到会被问这样的问题 那么我觉得我自己在准备面试的时候会做两类事情 一类事情我会把我能想到的会被问到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写成竹子稿 然后放在我的notes里面 然后这是多少个问题的竹子稿 非常多非常多 所以我到现在我已经可能积累了有上百个这个上百个问题的竹子稿 而且我会在每一次面试的时候 每一次面试完之后 我会记一个叫做YC交流总结的一个群 我自己的一个群 自己跟自己聊天 对对对 刚给孙老板展示过一下 就是我会把所有的在面试中人家问我的问题和我猜测人家问我问题背后的想要知道的这些信息或什么东西 我的猜测也写下来 然后包括我问人家的这个问题 这些我都会记下来 也就是说 我们也会跟YC要一下这些东西 就是不能分享原来就是interview真实发生的东西 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hypathetical的case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可以 这个是什么样子 没问题没问题 我觉得去不断的积累这些material之后 那么ideally我们可以达到的一个情况叫做别人问我们的几乎每一个问题 我们都有一个类似的东西可以直接拉取过来就可以用了 那么只是通过实际的这个情况把它做一些小小的修改就可以了 我不太希望自己在面试的时候被问到一个我从来从来都没有遇到甚至没有考虑过甚至没有想象过的事情 这一点的要求其实是挺高的 我大概能想象 但确实我是这些年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对就是因为我完全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是我就在想我也没有遇到过这种就是我应该是经常遇到过这种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是是 对我的面试成功率肯定比你低多了 但是可能最后到时候就是成功了一些也是相对更适合我的 I don't know 就是当然当然 就是我可能让面试官来帮我做一下筛选 就是如果他看不上我的话就说明我确实不适合他们 但是像你就是可以做到吊打一些面试官 对我可能在面试的成功率是比较高我其实是提高了recall 然后反而降低了precision 但是可能对于一个打工人求职者来说提高 非常值得学习 这里面是自己更多选择吗 是确实是花了不少时间准备的 然后回想我以前在刷licall的时候可能是13到16年期间我可能总共提交过4000多次 然后刷过好几个账号等等 所以还是要下一些功夫的 其实类似的对吧 只不过这个recall它有一个很现成的东西给你准备 你这个就要靠自己来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视频就可以帮大家起码建立一个这样的 对对对是的 当然我想说就是面试的这些技巧它很多时候它不只是应试的技巧 比如说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些project的如果它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project的话 那么我们去回想当时为什么它做的好做的不好 其实这件事情本身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可惜不能播好想问你没事 没事没事继续继续 好的好的 然后还有一点想分享的是 我在面试前一般会尽量的去做一些research和homework 关于这个产品这个行业和这个就是这位具体的面试官 我觉得大家一般都会至少会做一下 比如说你要interview这个Facebook 比如说那你至少会去用一用 download一下 对对对 三年以来即使download 但是可能大家可能不太会去看比如说Facebook的财报 以及是关于Facebook对比其他的一些公司的一些批评的文章等等 那我一般会做一些这样的准备 然后也记下来几个要提问面试官的问题 那我会发现在面试中遇到的一个情况是 我可能会有意无意的透露一下 我对于这个公司这个行业已经做了一些研究 所以如果面试官想要聊他做的这个具体的项目的话 我们也可以聊 你刚才有一个词用的很讲究 就是你说你透露是做了研究 就是你不是说做了这个研究以后 想去展示你很懂这个行业 很就是这个行业的就是I expected expert 你是反而是很诚实的去告诉他 我是在面试之前做了研究的 这也就回到了你一开始的那个展现自己的 对吧 你不是展现出来自己一个假装的人士 而是把自己做的什么东西都如实地展现出来 这很重要其实 这个真的很重要 就是你如果去假装这个东西 面试官真的还是懂的 就一下子就几句话就能感觉出来 反而你这个时候说我是为了你的这个面试去做这个研究 就好感度会高很多 就大家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误 大家千万不要去假装 对 是是是 我觉得这里面的作用可能有 我想象中有三点 第一点是就像孙老板说的 表达一定的诚意 以及是表达一定积极的态度 和这个会做homework的一个前瞻性 等等等等 增加一些对方的好感 这是个好习惯 对对对 那第二呢是 第二点我觉得挺神奇的 就是尤其是在这个相对senior一点的role 在面试的时候 如果我们完全不讨论这个面试官所在的行业或者产品的话 那么面试官会倾向于不断的在你做过的项目里面进行深挖 然后呢 没有一个项目是完美的 尤其它有很多一个角度去像你刚才给别人的那样子 是吧 对 如果这样呢 对对对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 它总会制造一些对你来说相对没有那么好回答的case 那么到时候你说自己做的好也不是 说自己做的不好也不是 那就是到时候那个相对来讲会比较难收场 但是如果我们去把这个话题一转转向说 那我之前做过的项目和您这个面试官所做的项目有哪些类似的地方 我之前犯过的错误或者之前的经验 我觉得有哪一些可以附用在您这边 那么把话题更多的聊他的这个产品 但是呢不要显得太深入或者是装得自己很懂 那我觉得就是这里面其实是会给自己一些更多的聊的空间 解释的空间和探讨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用也是比较好的 然后我先说到这 我就在想我的面试面的好东西确实也有就是不自觉的做了 没有主动没有有意识的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确实比如说我当时面游戏的时候 我确实是把整个互联网的产品 不管是长视频短视频还是其他的这个社交和游戏一起去看的 而且我会去看他的这个覆盖率啊 流存啊 然后内容生产的性价比啊 然后变形能力什么的 然后我发现游戏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赛道 或者说是这个 然后我当时在面试的时候也表达了这个观点 其实他就是很好地复用了我之前的经验和这个对游戏行业的一些思考 没错没错没错 确实我觉得我还不错 一定是有用的 然后我还有第三点 我觉得他的作用是他打开了以后持续沟通的一种可能性 这里面我想解释一下是随着你的role变得越来越senior 然后可能你也会从IC变到manager 那那种时候与面试官的聊很有可能 他以后就是你的一个老板或者是老板的老板或者是老板的peer等等 那么一般我跟这些人聊完之后呢 会比较友好的都会加上微信 有的时候也是不是我要加的是别人希望能加上微信 那由于我们聊了一些关于他做的事情和我做的事情相关性等等 那我们之后就会有一些就是说微信上可以再接着探讨一下 或者是哪怕没有加入这个公司 哪怕交个朋友也可以 不成人印象 对对对 我这方面做的很不好 是是是 我自己不是一个很social的人 但是我会发现在一个面试中经常能跟面试官建立起不错的一个友谊或者说这种 我当时就是我没有想跳槽的时候会经常去面试 就是我觉得在面试的过程中 其实你能得到的关于这个行业和这个公司的信息是最全最真实的最一线的 是是是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现在很少做了 就是我觉得没有那么我对大多数的行业没那么感兴趣了 是 但是像你说的就是这个在这里面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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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通质量是非常高的 对 你如果不把它看成一个考试的话 他这个沟通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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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呃 他都是呃高质量的高效率的高密度的信息 对高质量的人 哎 对 高质量感兴趣 是是是 女性们 是是是 嗯 好的呀 这个我觉得其实非常actionable对吧 尤其包括你的准备的方式都是非常actionable的 是 嗯 那还有没有什么